我说了今天是远方搬来的旧兵 所以主要表演者不是我们的队员 那我想问问两位第一轮的队员选手们 你们搬来的旧兵到位了吗 到位了 那我们就请他们上场吧 好 有请 哎呀 你看这气场 这气场 哎呀 哎呀 你看这两个 这也说 林朵 先来介绍介绍 这是我的老家 四川阿爸藏羌寺州冒险的凤亿小学 林朵爱心音乐教室的两个小朋友 羌族 也是你的小老乡是吗 对啊 对 你们好 姐姐好 能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我叫蔡大为 今年九岁 来自四川阿爸州冒险凤亿小学 云朵爱心音乐教室 小蔡同学呢 我叫刘婷婷 其他名是 来自四川省阿爸州冒险凤亿小学云朵爱心音乐教室的学生 说得真好鼓掌 你让张磊阿姨重复一遍 我都不一定能重复得下来 你看人家没念老师 听一遍过而不忘 你不信 你来说说 他们来自于哪 刚才这个小孩 我跟你讲 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的是哪来这小孩 你告诉我 你告诉这叔叔六遍 王爷爷记不住 你来一遍 来 我来自四川省阿爸州云朵爱心音乐教室的学生 你看这还少 少了很多 少什么了 少什么了 暴险 冒险 冒险 终亿小学 我没听过冒险 你听什么 我说冒险 来 跟那个 老女的家年龄大了 这已经非常好了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石头带来的酒品是谁 因为我看他这个身着的衣服 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这个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 其实我们两个有 认识好多年了 所以这次把他带来呢 也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但等一下 等我们展示完我们展示的残疑以后 让我们的玛丽平亲自的 给大家讲述一遍 那可能比我讲的更深刻 好啊 我们看到了 一面呢 是云朵的小老乡 也是云朵爱心音乐教室的小学员 对吧 那另一面呢 是石头的矿工朋友 那究竟哪边的故事更感人 哪边的才艺呢 更精彩 我们要比试一下了 好吗 好 我们看到了 石头呢 从刚才介绍 马丽平出场之前 手里呢 就一直在拿着一个盒子 现在可以给我们打开了吧 好 这个呢 因为跟这期的主题有关 我们这期叫远方请来的旧兵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兵符 兵符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呀 你猜一猜 这个石墨吗 石墨 是吗 来嘉宾猜一猜 黄威老师 看不清 就像石头 像一块黑色的玉石一样 打磨过后的一个碳块 碳块 像蓝宝石 对 矿工带来的碳块 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姐姐 对 在矿里面采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来 这个其实就是煤 你看 你看 还有和玉一样的煤 这是经过处理的 煤精石 是吗 我来自于煤箱 我都没见过 这是煤炭 对 上次我去他们那里演出的时候 然后他送给我的 当时我也比较迷茫 我说你送我这一个煤球 什么意思 石头吗 我长得黑 然后你亲自给大家讲一讲 丽萍你说说 为什么要送石头这样一件东西 这是像我们 《雨花石》里面有一句歌词 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 非常地喜欢这首歌曲《雨花石》 因为他正好唱出我们煤矿工人的心声 他们虽然黑 虽然不美 但是他们为了我们大家的光和热 默默地付出 非常地了不起 所以呢 我呢就把我们煤矿工人 比作是黑色《雨花石》 石头老师这首《雨花石》 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声 您的到来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也是山西人 杨泉煤没有烟 无烟没机 随时点着以后 那个火冒着没有烟 不会把孩子呛着 那个时候我们的火炉子 都是在家里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了 世界上有很多煤 但是杨泉煤是没有烟的 无烟煤 所以说石头您好好地保存着吧 将来这一块石头 对于你来讲 是一块真正意义上的石头 而且我听说了 今天的石头来到现场 也给他的救兵带了一份礼物 是吗 对 因为我的很多粉丝 经常会送我礼物 然后时间长了 我就会准备一些小东西 那我去南京的时候 这个就是南京的雨花石 这是真正的雨花石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太高兴了 虽然它比你这个色彩上要斑斓 但是真是冷了 只能烧这个 我这个烧不了 真正需要温暖的时候 太高兴了 还是我们的无烟没 其实就像石头说的 这首歌雨花石呢 代表的不仅仅是矿工 而是千千万万和矿工一样的 每一个平凡的人 说我们平凡 其实在每一个岗位上 我们都在做着不平凡的贡献 都在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 看过他们的表演 来说一说感受 第一次听到石头唱这首歌 我掉过泪 今天又一次掉泪 我的掉泪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歌感动我 是因为曾经我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再找一朵云很难 因为女歌手只有云朵 能把这首歌唱成这样 我一直期待着另外一朵云出现 今天这朵云来了 我真的又一次掉泪 为此我想为我的老乡 做一首诗 杨泉朝来一朵云 老王觉得特别亲 只要跟着你石头歌 早晚你得成歌星 谢谢 这打游诗做得好 在这里呢也代表我们 向所有的矿井师傅呢 说一声辛苦了 希望呢 有更多的美丽的云 从我们的矿井飘出走上我们的舞台 来展示他们矿工生活之外的另一面 好吗 谢谢 谢谢丽萍 也谢谢石头 好吗 接下来看看云朵吧 她和她的救兵表现怎么样 来 有请云朵 欢迎你们 小蔡同学 还有婷婷 来 你们俩到中间来 现在是你们的主场了 首先阿姨问一个问题 羌族话和大家打招呼 会不会 羌语 会 婷婷来 教大家一下 歌那 意思就是你好 歌那 歌那 这个在我们洋权话里面 你歌哪来 歌那 就是你去哪来 歌那 太阳话叫歌 歌那 歌那 好 我们大伟一直在台下还说 我们拿着枪红 然后我说给三位评委老师献一下 他说 大伟说 我就想献给王文念老师 这是我们枪族朋友呢 代课的最高的礼仪啊 表达他们的敬意 是吧 云朵 对 按照你们的习俗送上吧 枪红 慢点 小心一点 谢谢 谢谢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小蔡同学直奔她的偶像 梅念老师 真好看 戴上好像过年一样 很喜庆 对 我们这个叫枪红 吉祥如意 纳基纳鲁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我听说婷婷和这个小蔡同学 平时就很喜欢枪族的这个文化 小蔡同学好像特别善于唱 枪族的小调 是吗 那婷婷呢 是特别爱跳舞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评委 老师的席上有一个评委 他跳舞也跳得很棒 你们猜猜是谁 没事 大胆地说 大胆地说 黄 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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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一块 都一家子了 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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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他上来跟你学学枪族舞 好不好 好 来 掌声 一 二 来 我们掌声打牌子 来 小心腰 黄维 黄维 后来 这些是关键 很像 云左跟我说过 这是枪子舞当中 很关键的一个 对 我 Heather 哇 我还是唱的很好 好厉害 造型 怎么着 毛老师 用掺着下去吗 好棒 感受一下枪子舞蹈 基本上没跳错 没错 我看见底下全里全合都傻了 看着 我看着急勾勾看着我 不要那么崇拜我 还在这跳呢 跳啥呀 来来来 那边除了血压剂 氧气瓶也准备一些 这个气都攒不上来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云朵和他远方搬来的救兵呢 他们之间的故事 那今天在现场呢 江和云朵 共同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 对吗 对 这首歌叫 天赖之爱 好 一起献给大家 天上飞的是什么 鸟儿还是云朵 我把自己唱就 你听到了没 风里漂浮着什么 花瓣还是露水 我把欢乐散步 你收到了吗 用天来传地耶 中国爱大粗 幸福随着耶 梦想来的耶 用天来传地耶 中国爱大粗 希望不要骗 沧桑的声辟 沧桑的声飞 用天来传地耶 中国爱大粗 幸福随着耶 梦想来临 用天来传地耶 中国爱大粗 希望不要人 层层的生肺 希望无有人 层层的生肺 我们来听听听三位评审的叔叔阿姨 别 爷爷 阿姨和姐姐们 有些什么感受好不好 好吗 来 首先有请黄伟老师 她那个第一嗓子高音一亮的时候 云朵你知道吗 我瞬间把目光移到你的脸上 我以为是你在唱 后来我发现你没张嘴 我才知道是小宝贝在唱 她的声音好成熟 这个是他们就是本民族 从小长大一代又一代的山歌 传唱 我们从小也没有学习过山歌 听听来两句平时唱的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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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小奶声我能够听到 在尾音上可以听到 对 但是刚才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她表现得好成熟 真的太棒了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王爷爷 王爷爷 其实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我的感动是感动云朵的这个决定 云朵我有一次采访她 我以为她就说说而已 但是今天她已经带着她的成果来了 真的很多像今天这样的小孩两位孩子 在山区他们没有办法被人发现 如果没有云朵这样一个决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孩子未来的命运 也许一朵 这样的云就飘走了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 我们这些歌唱家们多一点 当然我知道思思这样的事情 也是常常在底下去寻找这样的机会 去帮助这些孩子 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 拿出一点点时间来 像云朵一样 去发现几个跟自己相同的 或者说介绍给自己的同事的这样一种机会 山区的这些人才这些孩子 这些有天赋的孩子 可能就多一次机会 所以在这里我说一声云朵 谢谢你 谢谢王文年老师 谢谢你 那最后我们来听一听思思姐她的感受 那我看到这两位小朋友的时候 听到她们这么好的天赋 我就在想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一定会成为她一辈子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而且她的高音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有穿透力 而且也有感染力 就是用天赖之音演唱的天赖之爱的歌曲 呈现的这种大爱 这种光芒是非常能够震撼到人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特别好 让我也充满了深深的一种感动 这个太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所有的嘉宾选手登场 好的 我们的第一轮游戏呢 很简单叫抢麦接歌词 都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 第一则也很简单 一共的只有七首歌 哪一对抢对的歌曲多 数目多 哪一对获胜 好不好 好 我说明一下这个环节是玩没有环节 注意了安全 应该我说明一下这个环节不是摔跤环节 是唱歌环节 好的 来 接下来呢 双方请做准备 好 请听第一支歌 请接 谁能相抗 好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第一支歌 属于王郑郑战队 请听第二支歌 面对冰刀雪尖风 怎么会儿你们的 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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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了 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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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支 跳两支 左人后聚奸线 请接 你看这 松队彦 慢慢唱 好情不 好情不便年复一年 请看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恭喜 莫林在这一分 现在健康打成了1 你们都不帮我 都来了 你们一定要做得比我 带着很多假装 请进 上 站在台子上的是石头 所以首先的回答拳给石头 他赢了 根本上不去 对于不战想麦的 我们以说成绩 法院院长 同志 我们先拿着麦克 他回去了 坐着那马车来 带着你的嫁妆 后面接 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妹妹 坐着那马车来 你帮谁 好 看正确答案 领着你的妹妹 我唱歌 所以回答错误 好意思 我们给对方加一分 领着你的妹妹 我唱一遍了 是2比1 请听第4之歌 那不是咱不抢 看不上了就站这儿来了 一样了 一样了 哪一样 一样 轻轻的 我见离开你 我唱了 我会 这我绝对会 慢慢唱 夜里 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 别为我哭泣 不得几天上了 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不太这样 虽然隐着风 虽然隐着风 请接 我才放过 我才放过 谁能告诉我 站在台上的是全和老师 还是全力了 全力 全力 全力老师 请作答 我在风雨之中 不对 请看正确答案 对 我在风雨之中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好 恭喜王正正战队 得一分 现在唱上 2比2平 来 请听 你不会你让我唱 下一点 不要 没有 我们都没有人过去了 衣服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了 深深的一段情 你不再当死他 请接 王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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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作答 请拿话筒 叫我思念到如今 不再这样 王正正 再唱一遍 我这俩的衣服都让我穿过来 叫我思念到如今 不再这样 请看正确答案 错了 叫我思念到如今 回答正确 王正正战队加一分 此时场上3比2 请听第六支歌 就在我的心 刚要融化的时候 而你 却悄悄地离去 请接 我多 希望你 错了 希望你回心转意 错了 王正正战队 我多 希望你回心转意 恭喜 王正正战队提前获得了四分 此轮胜利的是王正正战队 先开始谢谢我们的歌手刘晓冰 给我们出品 谢谢 有请 好的 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一轮 寻找自己的幸运奖品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幸运奖品呢 将会送给大家搬来的远方的旧兵 第一轮的优先选择权呢 属于王正正战队的石头 来一起来看大屏幕 石头 现在呢大屏幕上有八个数字 你和丽萍商量一下 你们要的是数字几 那就七吧 七 那好了 好 石头今天选择的数字是七 来看看是什么 恭喜 可能小朋友比较喜欢平衡车 好 来看看 来看看错过的是什么 好不好 来看看错过的 错过的有电子钢琴 有豪华按摩椅 有笔记本电脑 有4K电视 有豪华的跑步机 有点可惜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边战队 云朵和小朋友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来 你要几 八 要八是吗 好 来看看四次八 4K电视一台 厉害厉害 来 再次也谢谢 谢谢我们的两者嘉宾和救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谢谢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感谢香丹青 为本栏目提供奖品赞助